好,我们现在要介绍一道 凤梨脊卷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是 凤梨半个 还有青椒 红萝卜 豆皮 金蓉 竹笋 白醋 面粉 调味料呢 要准备番茄酱 酱油 糖 味精 太白粉 胡椒粉 香油 现在材料调味料通通准备好了 我们要开始来做了 首先呢就是将红萝卜丝 还有笋丝 金蓉 用油清炒过后 再用豆皮包成长方形 再切成十公分长 蘸面粉 適量 再将凤梨青椒红萝卜 全部切成大小一样的中丁块 在炒的时候先放凤梨青椒红萝卜丁 放在锅子里面热炒以后呢 放白醋糖还有番茄酱还有半杯的水 再放炸好的鸡卷一起勾芡就可以了 有几点要注意就是用同样的做法 可以做糖醋排骨 用油条切断 鱼头呢切条炸过了 然后挤进油条里面 再沾面糊下去炸 其他的做法相同的 这就是我们介绍了凤梨极卷 炸好 炸好的 炸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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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